由於中國器官移植數量十幾年來聚增 等待時間卻異常短 器官來源一直備受質疑 日前 中共器官移植發言人黃潔夫再次宣稱 中國器官移植來源主要依靠死球 專家指出 中共聲稱2015年 已經完全轉向公民捐獻器官 已經被證實是謊言 現在只是為掩蓋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又一次狡辯 7月15號晚間 中共央視面對面節目播出 起言副衛生部長現任中國人體器官捐獻 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的訪談 黃潔夫承認在上世紀80年代及其後很長時期 中共器官移植來源主要依靠死球 因法律執行上存在漏洞 中國器官移植產業形成了一個灰色地帶 黃潔夫還稱 長久以來 大陸醫生與地方法院已形成一套潛規則 但他並未透露使用死球器官的數量 是否有證據證實死球同意捐獻器官 如何從囚犯身上摘取器官 以及中國傳統倫理衝突等核心問題 諷刺的是 央視這期專題的題目是敬畏生命 中國沒有幾個人是自願捐獻器官 確實成了世界上器官移植的大國 確定我的了解 這種器官也確實還有一種 非常黑暗的渠道來提供 長期關注愛資訊獲得 原中共衛生部官員陳秉中表示 黃潔夫在訪談中隱悔地承認 活體移植器官的事實 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並移植牟利 最早在2006年3月 有兩名證人在國際上曝光 此後 黃潔夫對器官移植問題頻頻發聲 至今至少變換了7種說法 但始終無法解釋器官移植量的爆炸式增長 中共用死糾犯由來已久 這是事實 但是 所不同的是 在99年以後 就是2000年開始 出現的爆炸性的器官移植增長 這個和迫害法輪功同步的這個變化 它不是因為死糾犯 2000年前後 死糾犯在中國大陸來講 沒有大的變化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通過調查發現 1999年 中共迫害法輪功之後 有891家醫院進行過器官移植手術 其中實施肾移植的醫院 在2001年有106家 到2006年增加到368家 僅根據這些醫院公開的移植數量 從2001年至2006年 他們就至少實施了3萬多例次的肾移植 相當於前40年的總和 而真實的移植數量 據多個機構調查遠遠超過這個數量 用死糾犯和捐獻根本無法解釋 而黃潔夫個人操刀的移植手術 器官來源也不透明 根據2013年3月《廣州日報》披露 黃潔夫對該報表示 2012年一年 他一人主刀的肝移植就達500多例 其中僅1例是自願捐獻的 黃潔夫在12年來至少執行了數千里移植 從2015年1月1號起中共聲稱 已全面停用死球器官 公民事實後 自願器官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 使用的唯一渠道 但2017年10月20號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布 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 最新調查報告 調查結果顯示 中共器官移植數量仍舊很大 患者等待供體時間很短 捐獻器官很少 大量移植器官來源不明 追查國際發言人汪志遠表示 2015年後 中共通過系統編造的數據 移植中心櫥窗展示 在海外的公關活動等 營造出已停止外國人器官移植旅遊的假象 但調查顯示 海外赴中國器官移植旅遊依旧兴旺 並且中共正在通過一帶一路 向亞洲以及其他地區 擴張器官共享協議 試圖將整個國際社會 捲入其強摘器官罪惡 曲綿uz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2年至1945年 毛泽东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 历经三年 造成上万人的死亡 那些满怀爱国热情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 却没想到他们面临的是乌托邦的幻灭 在中共历史上 王十卫不是第一个被冤杀的知识分子 但他却是延安整风运动被拿来祭刀的第一人 王十卫 1906年4月生于河南 父亲是前卿举人 他幼年随父亲熟读了四书五经 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 王十卫在北大上学时 年仅二十岁的他 已在不少知名报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 他的中篇小说《休息》被编入了新文艺丛书 由中华书局出版 同时 王十卫还翻译过不少西方的文学作品 1937年 31岁的王十卫投奔延安 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的马列学院编译室 1941年9月 王十卫转入中国文艺研究室 做特别研究员 开始撰写文章 1942年3月 王十卫将自己对延安生活的感受 写成了五千多字的杂文 野百荷花 在书中 王十卫说出了中共党内存在的 一些不合理的等级现象 指出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中 普遍存在的失望和激愤 并进一步转为批评延安的政治制度 号召人们睁大眼睛来辩正邪 他的真话在延安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 各学校机关纷纷效仿 办起内部刊物 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到 毛泽东读完野百荷花后 力声问道 这是王十卫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毛泽东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 要求做出深刻检查 起初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 是为了整肃党内的一级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加强他的权力 起初毛泽东这么做 也有就和后来反右类似的一个目的 以着想试图动员这些 在延安的这些知识青年 这些知识分子 用他借他们之口 来去批评那些党内的异己 包括王明所谓的亲苏派那些人 可是这些人 当他们有了发言的机会之后 他们不但对那些进行批评 同时也对党内很多别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包括对毛泽东本人的很多做法 也提出了批评 这样子一来毛泽东就掉着矛头 又把知识分子知识青年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 也是非常残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数 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 延安整风实际上就是收缴党内的延安整风 目的就是这个 但是当时可能没有那么清晰地意识到 但是事实客观效果是这样 而且也因为有这么多的下层知识分子的 不同的声音 那么他感觉到要把它拧起来 不让他们有这个言论阵 因为言论阵自由的话 一放出来对他们 对当时在延安的这一波 就是他们的主流 主到一次思想 他们感觉到这是有威胁的 1942年4月7日 中央研究院开始了对王十位的批斗 院内本来有95%的同事支持或同情王十位 这时却纷纷站出来反歌一击 而此时王十位拒不承认自己写的那些文章有问题 并且天真的提出要退党 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 10月23日 毛泽东亲自批准 关于开除王十位党籍的决定 指出王十位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4月1日 王十位被正式逮捕 在残酷的审讯下 王十位最终承认了所有罪名 中共曾经为了辟谣 访王十位出来见外面的记者 当有记者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情时 王十位表示我在胡火柴盒子 记者描述到 我在他眼里面眼神当中 看见了无数的恐惧 看见了巨大的恐惧 王十位的悲剧呢 再次说明共产党它是个思想专制党 只许歌颂不许批评 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 到现在为止还不允许批评嘛 所以说就是也就是说 王十位的悲剧为什么现在一再被说起了 因为最后也证实了各国共产党叫做 革命不断吃掉自己的儿女 因为王十位是个完全是共产党 党员而且是完全相信共产主义的 而且根本不是什么 不要说是什么 一点思想意义都没 但是共产党仍然用它批评了共产党 说出了延安的某些阴安面 一分三的 十分三的一分什么杂志 它这个一时什么有等级嘛 它是这么的 它不行 所以它把它弄下来 所以说王十位事件也就暴露了 最早暴露了 或者说在市政面前暴露了 中国共产党专制的这么一个本性 当人们觉得清算王十位已告一段落时 整风运动开始进入了更严酷的阶段 1942年6月 毛泽东称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敌人 12月 毛泽东和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康生 出席西北局高干会议 康生宣布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 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从1942年12月至1943年底 先是铺开坦白审干运动 之后又进行了为时近一年的抢救运动 审干的初期是坦白运动 要求每个党员以书面的形式仔细交代个人历史 毛泽东则要求三番五次的写 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宇后来回忆 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 他惶恐不安 彻夜难眠 后来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 中央党校有个学员的检讨 竟写出800多条交组织上审查 在高华的《红太阳》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煎熬 在精神激进崩溃的状态下 当事者从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逐渐发展到主动的忏悔交代 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 唯恐对自己的挖掘批判不够深入而难于过关 而每个人供出的历史材料立刻被用于审干 以便领导们在分析这些材料的过程中锁定可疑分子 应该说延安整风它是确实开启了整数知识分子这种方式 那么到了后来反应文革 它这种方式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毕竟和延安整风相比 后来共产党在展现之后搞的这些思想整数的运动 是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个是它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在那个毛泽东那些讲话 他之所以首先第一条 他是在那里掌握着讲诚的权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如果换句话就是他至少他人有暴力 他当时是个政府 他对不服他的人 他可以进行这个肉体上的惩罚 那我们看到在延安整风期间 那很多也有不是没有人表示抗拒提出个反对 那么你提出反对的人 他马上就对你进行隔离 就等于是像关监狱 所以他这种事情 他始终 共产党的洗脑 在延安时期的这种对支付 始终是以暴力为后盾的 在审甘运动的初期 为了支持毛泽东 党内藏有大量特务的论断 从苏联回来 深得克格勃精髓的康生 炮制了毛泽东所需要的工具 张克勤特务案 1942年11月间 年仅19岁来自甘肃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克勤 在三天三夜不让休息的轮流审讯中 精神崩溃 承认自己是特务 并指控地下党是为国民党服务的特务机构 同时为了立功赎罪 他还供出了十几个所谓特务 包括他的朋友 张克勤案后 康生很快炮制了一套 符合毛泽东意图的审干经验 1943年4月1日 发生了延安大逮捕 一夜之间抓捕了200多名 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 罪名是特务、汉奸、叛徒和托派分子 王诗卫就在其中 之后 延安的审干运动走向高潮 连续召开坦白动员大会 在康生的直接指导下 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 通过开大会、小会、斗争会和控诉会等 五花八门的行事 逼迫人们进行坦白 而被怀疑又不愿意坦白的 就被打成是特务 因此需要被抢救了 所谓的抢救就是诉诸于强硬手段 逼迫受审人员承认自己是特务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实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 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 人们互相揭发 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 抢救运动一开始是 阎安一帝就抓了一千七百多名 后来逐渐抓 才十多天就抓了一千七百多名 后来抓了将近包括那个 包括像建国绿林 当时建国绿林不得了这份工 那个柯金斯都被抓起来了 柯金斯当时是王明的副手 是统战部的副部长 王明的副手 他也是这个这个标语刷出来的 叫什么这个柯金斯是大特务 他的老婆就跳紧了 柯金斯的老婆当时就跳紧 司则当时在延安 他的回忆录里面讲的就是说 柯金斯的窑洞就在毛泽东的不远的地方 他的原话是这样 毛泽东一定听见了司则的原话 他怎么想不知道 这是原话 在中共历史上 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 在1949年之前 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 当年的抢救运动有多恐怖 《红太阳》一书中披露了诸多材料 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道 西北工学500多人 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 96%的人是特务 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 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 并且手段繁多 包括指鹿尾马 诈骗口供 酷刑折磨 假枪壁 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 他们采用过车轮战 压杠子 打耳光 举空衰地等24种肉刑 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 捆绑吊打 活活折磨而死 仅延安一地自杀而死的就有五六十人 而对党内脱派的处死方式则有集体被刺刀捅死 马刀劈死 活活打死 集体枪杀 活埋 任凭狗咬 以及用木狼头把脑壳砸烂等 据说 当时诺大的延安城晚上听不到一点声音 完全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在抢救运动达到高潮后 毛泽东提出在反特务斗争中 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政策 然而在此之后 所谓的抢救运动依然是愈演愈烈 那么这个运动是被下面的人扩大化了吗 就像搞所有运动一样 既然你这个运动就是要挖住这些所谓暗藏的这些特务 这种人 那么一旦执行起来 人们必然就会以谁抓的挖的多 谁就功劳就最大 所以一层层就加码 这里头就不存在这个冤枉不冤枉的问题 因为要是要漏掉的那是极大的罪过 所以这个执行者来说对于各级执行 他们自然会走向宁左无右的这种方向 自然会这么做 所以搞起来一定会 他注定就会扩大化 社会部部长 康生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就是克格勃头子 中共的克格勃头子 他扩大化是有的 但是最终的根子是在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掌控所有的权军 因为康生只不过是一个爪牙打手而已 大家都听组织的嘛 驱打成招 延安遍地特务 人人特务 康生说 延安各机关已是特务如麻 中共建政后 文坛名人韦军仪在他反思中共运动的长篇回忆录 《思痛录》中 第一章记载的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 韦军仪写道 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 12岁 11岁 10岁的 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 据中共党史资料记载 到1943年12月底 延安的知识分子总数有4万多人 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披露 1943年至1944年一年内 仅小小的延安就清出特务 一万五千人 1946年 审干运动中 大部分被整错的人 又都一一被所谓平反了 被囚禁了三年多的王十卫 也面临了被甄别的时刻 然而 中央社会部还是给王十卫 定了个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 并继续关押 1947年3月 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打进延安前夕 一百多名已关押了将近五年的特务 汉奸 托派等被迫撤离 到了黄河边 全部被秘密处死 王十卫则在到达近北根据地后 被乱刀砍杀后 抛入一眼枯井 王十卫19岁加入中共 31岁到延安 41岁被中共杀害 中共元老陈毅曾说 整风其实就是整人 延安整风运动 其实就是整人运动 洗脑诸心 使党内达到恐怖的统一 大部分的延安的士林 延安之亲从经过整风以后 就是接受了 就是接受了这个毛泽东 或者说毛贡当年的一套 整个一套逻辑 并且把这种接受 这种对自己的委屈 看出是一种圣徒的牺牲 他认为是这种牺牲 崇高的牺牲 梗干 我就是说 这是没办法 就是把邪恶当成正义 因为这个就像我刚讲的 其实他们一进去 你加入那个团伙 就本身就意味着 你要放弃你的东西 而大多数呢 他们当最初加入的时候 没有考虑这个后果 不知道你说了一就得说二 以为说了一可以不说二 一旦你遇到这种运动 马上就面临这个冲突 所以最后他们就纷纷放弃了 自己的那个 本来还有点的这个 自由主义的底色 就接受最后 因为你所有的整数 整就是一个目的 就要听党的话 听领袖的话 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 那就一个人 你要放弃你的自己 独立思考 那么这个也就是 他整个从这个延安整风 一直到后来 共产党展现之后的 这个洗脑运动的 一个基本目的 通过延安整风 毛泽东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还为以后发动的 多次运动积累了经验 延安整风中 构建的一整套政治运动模式 包括引蛇出洞 另起炉灶等手段 在中共其后六十多年的 专制统治中 不断被运用 逃亡苏联的中共元老 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 一书中 就指 延安整风运动 是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的演习 是说延安整风是文革的演习 因为文革很多东西都是从那儿来的 写自传啊 写什么互相批啊 都是这样 都是这么来的 1957年 北京大学反右高潮的时候呢 流行了一句话 叫良心和党性是不一致的 换句话说 你要有良心就不能有党 你有党性就不能有良心 这个马克思主义 根本是违背人性 所以最后引导 一步一步一步走到这个样子 在延安整风中 一大批希望报效国家的热血青年 被整死整风 历经此劫的延安知识分子 虽然最终全部臣服于党的淫威之下 但还是在之后的多次运动中 厄运难逃 而王世卫的悲剧 在中共的统治下 在不断地上演 直到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